中东冲突最新状况 以色列军方再度发动空袭 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南部一带 伊朗扬言结束单方面克制 是否引爆更大的战火 全球高度关注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 接受网络频道访问时分析 这一场中东冲突 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台湾 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我在讲俄乌战争的时候 当时我非常担心 我说俄国打乌克兰如果非常顺利的话 中共就打台湾了 换句话说它有一个联动之势 因为中共一直有个大战略 它想逮住今年年底 11月份美国大选的这个机会之双 它认为那是打台湾的一个最快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 中共一直借着以阿冲突去牵制美国 珍珠很多武器是中共制的 那你说它是在国际上买到 还是中共直接给它的 在恶物之战还没有结束情况下 中东如果再爆发战争的话 那美国又分心 欧洲又分心 当欧美都分心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打台湾了 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 稍找最新一轮的袭击目标 就是真主党的高级官员萨贝丁 他也是继纳斯纳勒森王后 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的人选之一 据这个刚刚死掉纳斯拉勒他自己讲说 我们有十万部队 大家都觉得这数字夸大 但是五六万大概跑不掉 而且真主党是训练比较精良 他有比较重炮跟重武器 然后也有大量晶圆的这么一个国中制国 所以他其实实力最强 所以哈马斯是一个比较小的敌人 那我打一打就算了 那我要被引诱一个比较大的敌人来打我 然后我好换手打他 这点是我不确定的 在川普没上台之前 在拜登博押的时候 他做这件事情 那使你有点就是 我帮也不是 然后不帮也不是 所以这真的很尴尬 这样打下来之后 他声望高涨了 他把以色列人心目当中 认为的两大威胁 我都打得差不多了 记者张手贵正理报导 提供费正理由 提供给他 我也不希望 那是没有 因为他没有 那个东西 这家里那家里 这家里又您是 还没吃 这家里